基督教门诺会医疗财团法人资源开发管理中心 新任总执行长就职典礼7号上午举行 由董事长赖史中亲自把应信交接给第三任的总执行长张文信 基督教门诺会医疗财团法人资源开发管理中心 新任总执行长就任典礼 7号上午在门诺医院伯罗兰礼拜堂盛大举行 由董事长赖史中亲自将应信交接给第三任总执行长张文信 让现场掌声响起 而新任执行长张文信则表示 将会散尽门诺人的使命 在原有历史及现有的根基上在持续同心建造 配合时代快速变迁的需求往前发展 继续为机构的永续经营而努力 刚刚也跟东西的理院长跟罗东的马院长说 我们这三家医院应该是东部边缘联盟 所以期许未来我们有更多的交流而做 最近卫生福利部在讲两个凳 一个凳就是敏捷 怎么样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当中 我们能够快速因应 第二个他们叫做任性 那我想一想我们在做健康出境 不是希望我们年老的时候 我们在任性跟敏捷上限 能够维持得更好 让我们活得更快乐 那我觉得机构 如果我们透过 刚刚我前面讲的共同努力 透过资讯化的加速 让我们对资讯的掌握快速 我们的反应能够更敏捷 那透过一些工作的简化 让我们各方面的压力复合 能够随时在上天的里面 在门楼这个大家庭里面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恢复 我想我们一起来努力 张总执行长也指出 要让医院变得更好 就必须全员参与 由第一线基层同仁提出问题 高级同仁给予协助 鼓励达到共好 因此未来除了扩大员工参与度 他也将发挥金石管理的专业 从衣室、护理、行政管理等角度 让门楼面对下一个阶段的挑战 而整场的就任典礼简单隆重 最后也在全体同仁 齐唱诗歌的温馨氛围中 圆满落幕 记者许丽晴 花莲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